这辆车可以说为我们立下了汗马功劳 今天拍摄阿迪达4的TVC 整个上午都在进行走位欲演 前天下雨搞的一车泥还没来得及擦 今天又来上中赚米了 我们今天用的设备是阿莱的爱丽莎35 小伙伴们正在紧张的装车中 先来个合影留念一下 现在就是我们整车装好的状态了 开头的自拍就是靠这个360拍的 我没有给车装FPV 索性就拿Avatar 2来做第一视角 这样就可以节省一个FPV的费用了 通过Avatar 2不仅可以看清路面 还可以看到车的时速 真是一举两得 我们再从遥控车的视角来看一下 车和演员是如何走位的 也看一下我们在行进的过程中 云台和摄影机是如何工作的 这是一款四轮的电动跟拍车 可以拍摄高的机位 如果费用充足 那出一台摇皮车就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演员的静态状态是如何拍摄的 几个大的低灯 一块大的揉光布和黑布 简简单单的曝光 这样拍出来的画面才更有层次感 也更舒服 通过大变焦镜头 由长焦变为广角 和轨道的前推配合 便完成了西区可可变焦 这就是我们拍摄 运动类品牌TV4的一天 你有什么疑问 我们评论区一块讨论交流